旺室人緣真的不容易做 這句話千真萬確 他們的生活照片都會變成工作的一部份 最近在英國坊間討論得最多的 就是威廉王子夫婦和哈里王子夫婦的生活照片 威廉王子夫婦為了慶祝結婚十周年 發佈官方的肖像照片 兩個人笑得很沉默 情義是非常真子 講受好評 但她的弟弟哈里王子夫婦 先前發佈那張黑白的照片 大家似乎不太受落 在客觀的內容上 其實兩張照片 兩份照片都大致相同 都是兩夫婦在樹下合照 但有攝影師比較兩兄弟的照片後 就認為一看就知道誰更聰明 誰更聰明 高下立健 大讚威廉王子夫婦的照片 夠真誠 夠自然 但看哈里夫婦的照片 很明顯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所謂的PR photo公關照片 威廉和凱蒂的照片 是由星級攝影師佛洛伊德 Chris Floyd操刀的 地點是恆生頓宮的花園 威廉夫婦發出這張照片 紀念他們倆結婚十周年 看上去張照片的神態的確是挺輕鬆的 還有39歲的海替 穿著的衣服屬於Ghost的品牌 是那種波希米亞式的風刺 藍色連身裙 不是最豪華級別的服飾 售價大約195英鎊 即香港大約2800多港幣 人像攝影師格拉頓 Glanet Gretton 大約兩人表現得可愛直率 沒有刻意營造一些效果 擺出來的姿態 很自然 甚至說這張照片簡直是 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 但看看哈里王子和梅根發布的兩張黑白照片 評語不一樣 一張是兩個人站在加州的豪宅 真是豪宅 花園的生命之樹前 梅根抱著兒子阿奇 哈里在後面輕輕地擁抱著兩母子 但這張照片只看到梅根的樣子 哈里夫婦透過這張照片 來公佈梅根懷了寶寶 還是一個寶寶女 另一張是夫婦兩個人 在家裡花園的草地上 都是用這棵生命之樹來做背景 梅根躺在哈里的大腿 兩個人四目膠頭 大家看著大家 發出微笑 這位人像攝影師阿Glan 她說兩兄弟的照片很不同 阿Glan是這樣說的 這個顯示了兩兄弟對於公共關係 和民眾如何體待他們 有不同的追求 相比威廉夫婦的照片 哈里夫婦的照片 很PR 很有公關儀式 顯然經過設計 是一個表演一樣 但是哈里夫婦和他們 哈里夫婦拍照的那位攝影師 哈里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這樣的解釋 《彩經》那裡有特別的意思 因為哈里和梅根和那棵生命之樹 和他的花園是代表什麼 代表繁衍 代表前進的意思 他還形容哈里夫婦兩人 一直在聊天 一直給他們拍照 甚至是怎樣 他說 有時候他們看我 沒有完全留意到 我在為他們拍攝這段歷史片段 不過人像攝影師 這位大師阿Glan 並不太同意 Missing Harriman的說法 他認為哈里夫婦兩人 很明顯是十分有意識 他們發佈很多照片 都是很有公關上的思維和設計 根本說不上什麼是坦率和自然 Glan還說 他們的照片通常都是開頭黑白 而且經過大量後期製作 照片很謹慎 但很明顯是加了很多功 而他們的照片都在擺post 是一個刻意的show表演 你和梅根精心地度過放些什麼post 威廉和凱蒂自然得多 很輕鬆地靠著大家 不是熟悉的做錯 一看就看得出 你問我 我很同意這位人像 攝影大師Glan的分析和看法 我坦白 部分原因 我不是太喜歡這位梅根 在香港大家討論得最多的 當然不是這些旺室人員的照片 好像不跟我們一樣 大家熱烈討論的就是 有三個即將舉行的演唱會海報設計 哪三個分別是黎明、莫文慧和胡峰修哥的 紅管秀的海報 有些網民說這三款設計的風格 真是好 很有祖國的型格 那種祖國風格 一看下去 你不知道以為是祖國的演唱會 不少網民討論海報設計 是否用拋噴做的 你眼看下去 你真的覺得這三張海報 我公道說 有些社區會堂活動的宣傳感覺 那種社區會堂活動的宣傳感覺 甚至有些令我想起先前很流行的大媽 他們本來在公園裡唱歌 搞到社區會堂租場來唱 那種海報的感覺 還有很濃的那種超級Photoshop的氣息散發出來 而且是舊版Photoshop的氣息 做得比較絕裂的那種型格和風格 如果你真的要我評分的話 我都會覺得修哥胡鋒那張是比較好的 我們要考慮修哥的觀眾群 可能太前衛的表達形式也未必太適合 至少那些字體也夠大 信息也夠清楚 最令人失望的應該是Karen莫文蔚那張 因為她一向給人的感覺是比較甜蜜 Avant-garde 我唯一想到的理由可能是Karen太忙了 沒有時間配合拍攝海報風套的照片 Sea All Star剛剛在我的節目Steven King 宣布他們會在7月舉行第三次紅館演唱會 去年Sea All Star出道10周年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搞不到這個演唱會 搞到今年才再次搬上舞台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應該是緊接黎明的檔期 即是在7月18日之後 我除了非常熱切期待他們的演唱會之外 因為他們每一次演唱會 我都不知道第一次 我更加熱切期待他們的演唱會 宣傳海報究竟會怎樣設計 會不會有宣傳海報呢 我相信無論如何 一定會比先前的三章更好 香港第一才子陶傑 不單在報章上描筆生花一針見血 在電台主持光明頂往往睿智幽默 令人回心微笑 認識陶傑的人都會覺得他為人談吐風趣 性格樂觀 原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 曾經有兩次和死神擦身而過的經歷 究竟他是怎樣死女途生的呢 在生死之間徘徊 怎樣改寫了他的人生觀呢 敬請留意智雲頻道一連三集 當首席智囊遇上首席才子 改變生命的絕密對談 首度曝光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